大家好,又來到整裝待發 今集請到項目負責人Quimson 跟我們分享一下他過去完成的單位 大家好,我是Quimson Quimson就給大家一個單位 戶主有什麼特別要求? 首先我要說一下戶主有三個要求 第一個就是想做日式浸缸 我們所叫的風呂 第二個,他想房子有大量的儲存空間 第三個方向就是想房子比較簡約 就是我們所謂的現代簡約風的風格 去做這間屋 明白,是怎樣幫到他們呢? 首先說說風呂那邊,日式浸缸那邊 日式浸缸正常的我們做的高度 大概是400至600高,mm 然後我們根據藍護主要求 我們做到700,因為藍護主也挺高 做浸缸其實最關心的就是防水問題 你們怎樣處理它? 防水方面其實就不用擔心的 就是鋪瓦製之前,我們做泥水批檔 我們都會下防水的 做了一層防水,然後我們再砌磚 然後會試水 然後我們還會再塗多一層防水下去 在鋪瓦製之前 基本上我們有兩層給它 所以是很穩陣的 所以你試水就是鋪磚前 你又試兩天,鋪磚後你又繼續試? 沒錯,這裡有時間給我們試的 明白,那儲物空間很重要 對,那儲物空間呢 那房子有八百多尺 我們都不想有太多的傢俬 令到房子很累積 我們反而是將傢俬向高空發展 在大房子裡我們會做泥泥水批檔 然後其他可以做到到頂的衣櫃、獅子櫃 我們都跟他們上到頂 然後就閉嘴,靚靚仔仔 那風格上呢? 風格就是現代簡約風 都是以白色為主調 然後搭配一點淺木色 然後在油漆、房間的長身方面 就是兒子和女兒自己喜歡的風格 例如淺藍色和粉紅色 可以帶回一些個人風格出來 沒錯 那這個過程裡面 有沒有一些另外其他東西 你特別幫過護主去處理的呢? 設計的呢? 那個工人房 那因為沒有工人姐姐的 不想浪費了工人房的空間 弄了一個油氣室給他 那房子真的不是很大的 有什麼注意事項呢? 那房子又不是很大的 所以一個正常的門其實都開不進 所以我們選擇了用一道PD門 就是那些躺接門 然後那房子是開到門之外 裡面的空間還可以足夠運用 明白 我感謝Quinson和我們講解這個項目 大家如果看完今集內容想討論的話 可以在以下連結到留言 拜拜